第20季,第3集 好,不要让它停,我们要继续爆这个LINE 没错,继续爆这个SHF 这个就是昨天偷跑出来的影月 去各大玩具店应该大概是2-3点左右的时间 你第一时间冲出去,其实你就会买到第一手货 价格平稳于800到800尾 800头很难找 800中前到800尾 总之900元前一定交收到 我会觉得它整体来说,之前同价前有Dark Keeper 我会觉得整体来说,会比Dark Keeper的质素要高 Dark Keeper你觉得很高 对,但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Dark Keeper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好 但我觉得它这一款就吸收了之前Black的惨痛经验 它是有它的进步的,我们来开盒了 也都是这个一罐的,需要转镜头? 好,漂亮 一罐的真骨雕 一罐真骨雕的正简相封面盒 正简相? 对了,你会看到它褥眼很漂亮 这个是所谓Tarmachination quality 大家明白了 哈哈哈哈 对了,Shadow Moon 对了,是直翼的 完全是直翼的 后面就是一个日式的盒子 就有很多姿势 我们来开盒 最喜欢这些天地盖盒 开出来又漂亮 里面的风底又有东西看 打开之后 是一罐拉打真骨的白色吸索 如果大家玩Ultriman那些 就是黑色吸索的 正面就是主体 背面就是配件 双剑加上撒弹剑 这个不值得 算不算是真骨最多配件的这款? 有机会有 Typer Caputo是否比较多 可能比较多 但它的配件有点有点有趣 它是有一条底褲在里面 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大家可以换底褲 为何换底褲呢? 我们准备来了 在这个时候先打开我看了本体 本体这次是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 打开 它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如果它拿了东西 就是拿了东西的 那么 看得很漂亮 然后呢 其实刚刚拿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很震惊的嘴 因为以往大家玩影院 有1.0有2.0 要么头很小 然后对脚很长 到2.0 然后头大了一点 但是对脚也是很长 甚至上半身撞了 但是来到这个版本 反而回到五短身形 那为什么呢? 就是它去跟着皮套 跟着真人去做adjust 就令它似回一个人 因为之前1.0 2.0 我觉得是比较美型去处理了一件事 但是它忽视了就是 其实大家玩拉打 我们看那套东西 就是想要回它那套东西里面的样子 那当然 你说是否完全一样 也不是 有些地方它都会变过来的 但是它整个的身形比例 像一个人 而这个人是一个都挺撞石 你觉得打人是有力的 而且我反而趁现在还在说外形 大家留意一条腰 那个curve 很人 很人性化 完全是一个真人的腰曲线 这个我真的印象中 没有哪几个真骨 是做到这样的腰 因为以往真骨的腰也是硬件 然后在影院上面 它做了一些全身的处理 哦 在讲这些地方之前 我们吐槽一下有什么出事的地方 就是 一开盒的时候 因为银色大家都明白 一定出事的 那我这种 因为我拿完之后 我打开 我的气很不顺 那我就拿一些银色油 我就不断点 我大概点了二十几点 掉了之后 变成黑色点的地方 那我就补了很久 甚至乎是很多喷油 喷过籠那些问题出现 但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银是铝窗色 所以随便拿到银油 都很容易补了 只要大家小心处理 是这种东西 其他黑色的地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银色 出现的银色都很厉害 金、银全部都很厉害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以关注一下主题 不过说多一点 加点完之后 其实这种东西 都真的可以接近完美来形容 对 变成了你想要完美的QC 你也是靠自己 对 靠自己 然后你会看到 其实它的头 整个头的形状 头盔很漂亮 你见过複眼的绿色 那些一点点 黑色的上线 不过又说多一点 黑色是加自己 有些地方 已经补了色的 才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多一句 整个东西 你不要预计 你怎样好彩都好 你不可能有加这种漂亮的 除非你自己加工 不 我主要是够一些银色 因为头的上半部正面 其实它整个都是透明绿 我拿上来的时候 其实有些部分 它不太能噴到 就变成绿色 那你拿银色油自己噴 如果出界 就一直黑色人色 黑色人色 这种最好补了 你解决到 你就可以解决整个东西 你会看到 一些细节的部分 例如额 天线前面 这些细节的分析 是很厉害的 哇 它的额头才要命 对 Joseph 最尽看额头的 红黄绿银 哇 多细节 这些分析 除了额头之外 其实还有腰带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 对 你会看到它的细节 側面的部分 对 黄力转側 对 它会有些绿色的分析 绿色的分析 又再分析其他颜色 这条绿子很漂亮 很漂亮 它甚至在配色上 我不知道它是特意的 还是如何 你会看到 头盔的正面和背面 是用两个不同的颜色去处理的 是吗 太光了 所以看不到 它前面是一个比较金束一点的 后半是比较牙色一点的 两个颜色来 是白一点的 我认为以外 是吗 我也觉得是 但我看我的朋友也是这样的 身体会用一个光亮一点的颜色去做 所以你会看到它反光感强一点的 还有胸口有点肉 是吗 跟之前的一点鸣比相差很远 然后有一条底裤 但是你会看到底裤中间的部分 我不知道它是特意晒了些脱纹 它是如何 包括它只是在这个方格的部分 正面也是这样 背面其实也有同样的处理 我希望它是特意的 希望不是我乱的 只是特意的 然后底裤涵接到大腿 你也看到很漂亮很漂亮 也很重要 除了漂亮之外 也只是说漂亮 脚也很漂亮 脚型也很漂亮 大腿如何踢 这也是其中一个很神秘的巧妙所在 我们来看看 现在看完主体 我们是时候可以大概留下可动 在看配件之前 会不会刮着关节 我也很想看看 我们来看看头 肩膀 肩膀 是很多的 最主要是它本身的颈和身口 做了分开 分开动 变成可动性 增加很多 而肩膀又没有领口 左右也很棒 大腿的浮动很好 头之外 转也无外 因为那个年代的皮套最好 简洁 而且帅 然后我们来看看肩膀 肩膀的肩膀是可以拉开的 我们建议活动前 可能先拉开 它和平时的一样相续 一个肩膀 可以基本动 再插出来 不要紧 还好 里面这个就是上次Black 大家神真鬼厌的部分 就是一个软胶的皮套 它也是胶的 它就有点像机梦警察 Bandai 模型机梦警察 它就软胶 里面只有肩膀 所以你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 它是可以夹进去的 很漂亮 幸好本身黑色之余 它不会像Black 有些类似 肌肉纹 血管状的肌肉纹 应该原则上 没有那么容易破坏 对 应该不会破坏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爆开 要么就是它风化了 另外就是油漆刺了 所以会离开 这个就是整个圆身色 你会看到里面 会突然有一条粒线 那是本身的细节 我猜 因为我两边都有 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 那动手 或者是抬手 或者是自己摆自己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或者是向外抬足90度 都可以 有些穿奔 在这里 软胶也能够 对 先夹肩膀 它的软胶 可能不是特别长度可以夹 是 它不够长 它这个有机会会移动 你摆下去也可以 然后 手的水平转 这个部分 你可以转出这件 就是后面的蝉 蝗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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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蝗 其实它也有少少的水平转 很少 可能你摆一些姿势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拳头的部分 也是一个单转波 接下来看看 新的腰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个真是很厉害 腰部 其实胸是一个硬件 腰部中间的腰带 就是一个圈 内部都是软胶 上下是不同颜色 没错 它也是用了软胶去处理 所以 你为什么腰会那么健康 就是因为它用了软胶 只有一个胶皮圈 它填满了空间 所以你去做一些 来側转腰的时候 它主要是用软胶皮去避开 你唯有撞的地方 就是撞腰带本身 没有输的 例如向前、向后 当然可动就不会非常大 它想跟回当年的皮套 变成可动性 也会跟回当年的皮套 其实当年不动 因为当年影响过的 动胶也不是很多 它两件衣服 一件就用来拍照反光 一件就用来打 就散光了 如果安心看的话 刚才Walker也问 这个褲到底怎么移动呢 先让我看看 这个褲是动不了的 它的脚只有这么多 哇 只有这么多 撞了 你再来 这个褲本身是软的 所以它会凹下去 但是 会不会凹下去 你当我傻的吗 当然不会 它的脚只有这么可动 我们稍后 它本身是跟另一条底褲 另一条底褲 我们稍后再来看看 稍后才开始拆了 再来看看 大腿就拆了一个水平转 你可以 也挺帅的 转转 但是转转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大腿的内部 其实它会准备一些银油 在内側的五胶上 所以 那些年轻声都很害怕 那是波头 膝头的可动 这个一定很漂亮 膝头很漂亮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它先沿用 就会有一个单转 在这里 即是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这样左右放 喔 但是这个左右放 就形成了膝头的部分 里面是很脆弱的 所以你玩的时候 这里有些转 这支转 就会很脆弱 所以你尽量小心扭 包括主要是下半部的部分 上面会比较硬 扭下半部便会比较小心 另一件事是 当你回合摆脚的时候 你看看大腿和膝夹 已经撞了 没错,它是凹凸的 这部分你会看到被膝夹凹凸了 若然你很爱它 你可以试试用风筒回应等 注意摆脚的时候 留一点蚂蚁给自己 不要贴死,否则就凹凸 不过也可以说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 可能它本身跟着一些 胸膝夹凸 墊一墊在膝夹凸 也可以 用那些3mm EVA面 可能1-2mm那些便可以够够 后面的蝗蟲脚 这个卖点 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脚腕的可动 就不会被它锁起 前头摆脚 左右摆脚 水平转小腿 没问题 然后这里还有一支钉 这支钉 之前我经常都以为是 我可以推下来 对 谁不知不是 你所处理它的方法 就是把它拔出来 吓 吓 对,没错 你把它拔出来 吓,很确实 它不是可以什么 踩进去 对 当年那个 不是,哪有这么高科技 对 你便可以把它转转 拆进去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便自己小心一点 它很容易不见 这是地板精灵 最喜欢吃的东西 那我们就装上去 我当初 看上去 它将当年的行路姿势 可以重现 我都以为是 你压你十年半年 这真是扣分 这真是扣分 刚才说 底裤到底有什么用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表演的魔术 就是道鞋尾人 在哪里开始呢 你便捉住腰带一部分 很紧张 捉住底裤 轻轻一扭 它便会分开 不过我又 真是趁 趁未装上前 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要将两个底裤 不直接用一个可动高的底裤 要用一个装饰用的底裤 我觉得它是想尝试 力求最还原其套的做法 我觉得它是有它自己的坚持去做一些东西的 而这个方法 不会恨人争 因为你两样东西都会拥有 如果它只给你一个 你可能会觉得不对 还有当时 我认识宣传图的时候 底裤是有没有拆备的 还是没有拆备的 好像没有说 完全不知道有什么 没有提议 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 它力求还原过classic的味道 也不会恨人争 我喜欢这些人 可不可以两个拍摄 真的有这么大分别吗 是的 它一个就将 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分别 一个是完整的底裤 另一个是你会看到底裤 有一部分拆在大腿上 对于平时的SHF大腿可洞 它的底裤也收高了 但对于大家玩开拆关节玩具的人 我认为一点都不在意 当然力求完美也好 更正刚才 这个底裤是硬的 即是完整的底裤是硬件 所以你拆下去 就会花的 小心点玩 另外拆出来的上半身 我们也要看看结构 这是一个软的橡胶皮 整个只有一个圈圈 里面是一支直身的装配 也不是波头 所以你装拆的时候很简单 一元便是 我们现在就立刻实行这个换底裤 我们先放下上半身 底裤下面有两个波头 即是原本的就是用力 拆出来 或者是高斑的骨很多 对 插进去 高斑的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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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个底裤是一条软胶 很软的 我们先插上身 插上身的时候 你先把这些位置 放进去 放进去 好像放进去 两个都是软胶 对 两个都是软胶 好像也有点难度 也不是很快 软胶 软胶 但是你会不会说 你长期这样展示 这部软胶 接触软胶 容易用刺 如果它表面上 一边没有上色 一边 我想它两个内側都没有上色 应该不会 OK 我们再来一次抬脚 抬脚的时候 它本身就会避开了它 但是 某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撞到软胶 大概来到这个幅度 也会撞到 接近90度 若然你勇气很够 你可以尝试推过去 我很喜欢玩具 我不会这么做 今天大家看不到 自己买吧 如果想上楼 就试试自己买吧 OK 在这个时候 可以看看配件的部分 都很精彩 我还怕它出两款 你要RX版的影院 还是要Black版的影院 现在不用担心了 我们有这对长短的双剑 这对双剑 普遍大家的QC都很差 是差在哪里 银色的部分 我有一边是裂开了 裂开吗 对 镜头 这里 看到了 还起点 对 又是没有锤层 又是噴一瓶上去 没错 所以这个是另一回事 然后就是撒弹剑 这把剑很重要 本身是透明的 也是 在剑柄上面 这一粒粒的宝石 全部都有上色 红色、蓝色 红色、蓝色 那不同的手型 即是指人 握东西 攀开手 拳头 我们不断握一把剑 为什么他不给你一把剑 哇 他给你一个机会 你光顾那组 哦 分开手 他们要赢赢 大家双赢 给大家一些就业机会 对 这就是赢了两次 这是社会的爱 大家共用 其实两把长短剑 的造型也很漂亮 本身你用了透明剑 还有一些拉花 用回银色 去做本身的纹纹 渗线处理 变成一把剑都很漂亮 可惜本身 银色的处理太差 差的地方是裂纹 可能有些塵 等等 这么小面积 都这么容易出事 就是问你死了吗 是 哇 漂亮 哇 就这么放也没得输 帮到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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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立刻买 很少我会第一时间追尊骨 对了 那我们今天就 来玩到这里了 好吗 是 好 SXF来说玩到这里 然后还有双赢 还有双赢 双赢 是 谢谢大家